因為我最近生活比早前更瘋狂 例如我超過12時才回到公司工作 因為有時要出去應酬 要見朋友 我這層工廠大陸 一到12時就關閘 我租的時候就說 晚上能不能回到公司 他說當然 康間24小時 stand by 你幾點回來按鐘就行了 我租了差不多8個月都沒事 直到 有一個新康間來了之後 每次逢他搜尋 我按鐘 他都十至十五分鐘才出來開 按了我 不知有沒有反應 按了兩下 很正常 誰知他出來 還吵咬我 還說 我正在租樓 我在天台都聽到你按鐘 你不用這樣按的 令到很緊張 這樣 怎麼這樣跟我說 可以怎樣呢 OK 第一次我不出聲 因為 可能你真的在租樓 如是者 這個月 我三晚都是這樣 三晚都是要十分至十五分鐘 才有人開門 我免得跟他理論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租樓 我問他 那你幾點租樓 我避一避 他說我不可以告訴他 我不可以告訴他 我什麼時候租樓 他都說了 總之 每個同事不用租樓 只有他要租樓 每個同事 最長時間 都是半分鐘才能開門 因為他的耕庭 就是不太遠 今天我終於忍不住 我見到一個 比較像樣的那個 最像樣的那個 就是他有熱情的 在做這份工作 年輕一點 他說 他平時很冷靜 不說話 不會特地走來樓 說話 我說 你那位同事 為什麼這樣開門 這麼久都不能開門 他簡直是一個決題 在這裏 在這裏 他說那個人當然是睡覺 他跟那個 他真的狂爆一些 關於大廈的事情 他根本就跟那個 立案法團主席 蛇鼠一鍋 因為立案法團主席 就是一個 租了幾層 樓層的單位 的一個老闆 他所有的 決定所有 做的事情 都是為了 他那個迷你倉 的想法 而已 那麼 他竟然 他們 就說 埋你倉 12點 就沒有人來的 不用擔心 你 那些人不用管 你睡覺也可以 類似這樣 但是 一邊做開 很有紀律 那些 其他兩行間 他不是這樣想的 那麼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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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那個人做了主席 之後 就搞壞了規矩 譬如 電梯 不准運貨 他又 正開正眼幣 投訴他 他又說 做事當然是這樣的 連張紙當然是這樣的 但是他認為 喂 你的規矩就是規矩 就是經常跟他爭 那你知 你跟那個主席爭 是沒有好結果的 所以選擇了沉默 原本以前有很多話說的 更加包庇了一些 順著那個主席 去做事 又懂得擦兩具鞋 那些人 就好著數了 所以他好看不過眼 就不能出聲 因為要工作 他跟我說 跟我說了一句 令我真是 好出人意表 他說 還有一件事 他說那個立案法團主席 就跟他說 叫他有些菲律賓人來租地方 你不要理他 因為他有個責任 他就負責有人來看樓 問租 就去 有了那些業主 即是空子單位那些 contact 那那個主席 就指揮他 命令他 叫他不要租給賓妹 不要租給阿叉 喂 這些這樣的 簡直是種族歧視 那 阿叉 他都是做一些糧油生意的 就是那些中東人 或者印度人 那賓妹 他都是搞教會 我以我目測這裏 那可能 這班菲律賓人 來到 因為不知道幾樓 有個教會 他都是星期日才回來 那你說不是 有另外一些菲律賓教會 又想在工廠大廈搞教會 都幾好 便宜一點 交通方便 那他就叫那個人 不要理這些人 不要理他 這樣也可以 你就是為了你的大廈 他說 我不知道你什麼目的 可能你真心 是種族歧視都不定 而剝削了那個業主 能夠租到那個單位出去 即是 中國人 類似這些 沒有同理心和自私的人 一旦有權力 就做出這些事情 多麼恐怖 那麼 那鄉間 說出人意表的說話 是什麼呢 令到他很尊敬他 買東西吃都要預賣他 他說 我來打工 我是公僕 來的嘛 我為了每個業主的利益 我不只是為了你的私利 那我就變成你私僕 接著 他狂講一嘴 但是有升降機到 我不想走升降機 又等很久 又要聽他繼續說 我悶地進升降機 他還在說 蓋上升降機 還在說幾句 喂 原來 人人都是一個壓力鍋 即是有些人的壓力 是為了跑數 但是那位看奸的壓力 我真的 很佩服他 以及很尊敬他 就是為了工作 大家同工同酬 我不是有優惠的 做得好 但是他竟然是 那個思考獨立性 是可以 即使你做一份這麼悶的工作 他都能夠短短 在20秒裡面 說完整件事給我聽 我是很明白 所以呢 有很多人問 這個世界有沒有報應 有沒有因果 有沒有因果 我覺得 那個因果就是 你要選擇性 做 跟有權力的人 去討好他 那你的工作 就會做得舒服一點 當然你自己的道德 你是 extra 你要付出的東西 通常付出得多的人 就算有同等收入都等於虧 世界就是這樣運作 是沒有人去尊敬一些公義的人 而表面上 當大家 整天都是 什麼都是看效果 什麼都是看 最後能不能成功 有沒有成績 那些人就全部變成了 那個人不能開門的那個康奸 我搞得好 那個業主 立案發團的主席就行了 我用什麼 睡睡覺走來理你 我睡醒 睡覺來開都行 因為那個主席已經說明 不用理 因為他現在 明李仓 十二點後 就很少有人來拿東西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 現在 雖然是這樣 我不是叫大家放棄 就是正正 如果你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即是說利益 不要說道德 那你就受到那少數人 影響到你的生計 影響到你的生活 影響到你的好處的時候 那公義就是在中間 那你自己也不會堅持 你自己也不會有獨立私人去判斷 這件事是對的 那現在好像香港這樣 你看到很多 我剛才說的那些人 他不是全部都是這些人來的 即是當利益涉及不到他的時候 他就 踢著一雙拖鞋 吃串燒 但影響到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你才站出來 這些就是大家見到 03年71那群人 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很開心 曾經有很多人 一起社運 為公義發聲 對不起 多數人都不是為公義發聲 是為利益的 但當然為利益當然是沒錯 但是為利益的時候 當你透過這個 有其他人跟你一起 甚至乎有些無私的朋友 為了公義的朋友 不關他事的 而走來幫了你 那你有沒有一個心 去做一些事情 是紀念他 或者去 去 tribile 曾經幫過你的人 即是你作為一個人 你起碼都要這樣 要不然你跟野獸是沒有分別的 那些是Human愛 那些是財主 就是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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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說 是這樣的 社會 那些人都會說 這些 最無恥 說自己是財子 說自己是KOL 整天說完 風涼話 說退休 退幾十年休 都不能退休 吃屎啦 待會兒 都不能退休 還有一天 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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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醒